北京时间9月26日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四轮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篮迎战波多黎各女篮 去年东京奥运会女篮曾42分大胜对手 此一 女篮也是早早进入状态 上半场结束 就建立了26分巨大优势 下半场比赛 虽然波多黎各进攻有所起色 多次改变防守策略 想要终止女篮的进攻 可中国女篮却多次通过默契传导内外开花 全队送出惊人的41次助攻 最终女篮以95比60轻松击败对手 提前一轮晋级世界杯八强